当地时间25号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比什凯克会见俄罗斯总理米书斯京 李强表示 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前不久在北京举行会晤 为中俄关系发展破坏了新蓝图 中俄合作不针对第三方 不受第三方干扰 中方愿同俄方一道 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 深化贸易 投资 能源等领域合作 扩大教育地方等领域交流 共同办好中俄文化年 加强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合作 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不断走深走实 米书斯京表示 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俄方愿同中方一道 落实两国元首共识 加强一带一路倡议 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 推进世界多极化进程 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空 水平 参加指